今天我們事務非常順利的招待董事會 除了我被演為董事長以外 特別尊聘董商店院長為董事長 也特別邀請客森教授 擔任我們的執行長 我們未來事務要擴大防範 不是只是董事務 我們要連接所有我們間的職業 各個地域 包含今天就算是服務衛生醫療的環保 或者是設計的或者是財經的 或者是教育的 每一個制度每一個領域 我們都希望跟大家合作 擴大我們的研究 提出最好的政策 將來形成一個執行 形成一個執政黨的規模 希望我們提出來這些政策 黨團、智庫、黨務三合一 執行長是立法院的出身 還有一位執行長是現任立法院的首席 主席長 然後我們所有的需要的議題 也會跟立法院黨團合作 但是合作不是合二為一 跟黨更是合二為一 這些體驗入 讓他們即時在立法院的大衛生 有更多 所以現在移情的這些 不助力 也會跟他 很難 我再一次地呼籲參議員總統 絕對不要眾同僵 這樣的執取物理性 絕對不能夠眾人 這樣的執取物理性 同時我要再次呼籲立法院 兩院長 你作為立法院的大家 你可以容許這樣的隔壁 這麼樣辦法 這麼樣羞辱 國會議員的隔壁 來公然羞辱國會議員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 是非公道的動作 不要有政長之別 甚至民進黨的反應 應該是出來的 隔壁在立法院 我們可以反質詢 我們可以公然羞辱國會議員 蔡總統作為民主委的女性總統 怎麼可以縱容 母性對這樣用 這樣的字眼來求人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 是非公道的問題 請蔡總統公道 請立法院長 一定要有原格的要求 副院長趕快道歉 如果你不道歉 那只有下載可以奪路 兩岸溝通的平台 就是1月14日 主要上載的出風 那需要的話 就是包括這項的問談 將來去辦的話 我們可以參加 沒有任何人的同事 請了解 請你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